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对对 所以您提的这个书法养生养心 所以确实是很打动我 我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从您的这个研修班当中能够获益 海星老师 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 您是说您是用甲骨文和传书用教材 他想知道为什么要用甲骨文和传书 那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甲骨文是这样 我对甲骨文的研究是 我先讲为什么 怎么开始的呢 就是我在写我的书法 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影响力的时候呢 市场还比较好的时候 我突然停下来我的创作过程了 当时有一些这个 就是拍卖公司和画廊还 他们有点遗憾 说你现在市场这么好 你多写点 我说我不知道 我行 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我必须知道这些汉字到底是什么 所以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就开始接触甲骨文 然后开始搜集大量的资料 当时在国内 首途那个 北京图书馆 后来叫国家图书馆 我还专门托朋友 办了一个可以进内库 那边库房的一个证件 能够看一些资料 然后也还不要翻拍 所以我做了大量的笔记 慢慢慢慢就越来越有兴趣 对甲骨文 那我顺便说一下 现在甲骨文热起来了 有很多人在讲甲骨文呢 就是网络上有好多人讲的甲骨文 或者文字的解析呢 基本上不是专业的 不是专家的 所以误导性也很大 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好 女字边 子字这个好 很多人现在讲就是说 一男一女结合了 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啊 象征着婚姻啊 所谓百年好合等等 其实这些讲法全都是错的 甲骨文的好字 是人类最早的时候发明的一个字 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情感 就是一个女子 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孩子 她是讲母子关系的 不是讲夫妻关系 那是母系社会发明的字 那么所以甲骨文呢 它的本质是象形文字 它是象形 所以呢 它是一个通过视觉反映在大脑里 能形成图像的过程 这是任何听英文字没有的功能 所以我有一个体会 我常说英文是拿耳朵学的 中文暂次是拿眼睛学的 所以中国人呢 地方口音特别多 乡音就是地方话也特别多 但不妨碍交流 因为你说的十里路上不乡音了 大家都互相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广东话 可是并不妨碍中华民族的整个体系里头 你写出来大家都认识 那么 由于甲骨文是象形文字 它回到了最本质的图像概念 所以它对大脑的刺激作用 是非常明显 就能够大脑里头产生一种图形 而我也看过一些 这个就是医疗方面的讲法 就是说人的大脑衰退 包括老年时代等等 首先是行不成完整的图像 所以甲骨文可以刺激那一部分 形成图像的功能 使得这些地方避免过早的衰退 这是我讲的非议学的可能外行 所以大家体会我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另外呢甲骨文的这个造字过程呢 专家们有这个一个说法叫做六书 就是六种造字方法 其实最重要的是三种 第一种方法叫象形 就是我把这个象形就叫做简笔画 实际就是画了个简笔画 第二个是什么呢 指示 就是画不出来的地方 拿个符号来表示 那么我正好我在非本来讲一下 比如说日 太阳 太阳 相形 但是 它为什么不是窟窿呢 这个圆的难道一定是太阳吗 这是相形 好里头画了一横 画了一横 这个叫做指示 这一横叫做指示符号 好 那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说 这不是个窟窿 这里头有东西呢 是发光的 所以它是个发光体 所以日就是个发光体 那好 我再写一个字 这是个什么字呢 这是个心 这是三个发光体 表示很多 三表示很多 这是三个发光体 那底下这个字是什么呢 底下这个是生字 生字 生字是什么呢 这是加国的什么字呢 这是加国的草字 这是一个地面 所以地上长出来草 就是生 所以第三个造字的方法 叫做什么 叫会议 什么叫会议呢 就是把相形 指示符号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 找到它的逻辑关系 所以好 这不是太阳吗 这不是日吗 太阳 从地平线上升起了 就是个会议 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 是什么字呢 是早上吗 是淡吗 所以 下来就是我回答您的重点了 通过相形 指示和会议 形成的逻辑关系 使得大脑里边的图像功能 之间有了连接和联系 这可以有效地避免 大脑的衰老和退化 这是我个人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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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